郑清文在美网首秀逆风翻盘 坚韧与记忆并续的网球征程 在2024年那个初秋的晨曦中 纽约的弗拉星草地公园 被一股不同寻常的激情所点燃 8月26日 美国网球公开赛US Open的大幕缓缓拉开 全世界的目光聚焦于这片孕育无数传奇的赛场 在这片见证过无数荣耀与泪水的土地上 中国网球新星郑清文 用一场惊心动魄的逆风翻盘 向世界宣告了自己的存在与不凡 比赛日的清晨 阳光透过薄雾 温柔地洒在网球场上 预示着这将是一场充满变数的较量 对于郑清文而言 这一天不仅仅是一个普通的比赛日 更是他职业生涯中又一个重要的里程碑 面对主场作战 实力不俗的美国选手阿尼西莫娃 郑清文深知前路不易 但他的眼神中却闪烁着不屈的光芒 那是对胜利的渴望 也是对自我极限的挑战 首盘比赛似乎并不如预期般顺利 郑清文在开局阶段显得有些拘谨 状态未能及时调整到位 以1比5的大比分落后 让人不禁为他捏了一把汗 然而 正是在这样的逆境之中 郑清文展现出了 他作为一名顶尖选手 所应具备的坚韧与冷静 他没有选择放弃 而是开始在场上默默调整 寻找突破的机会 虽然首盘以4-6高负 但他的斗志却因此被彻底点燃 仿佛一颗被深埋的火种 在关键时刻迸发出了耀眼的光芒 进入第二盘 郑清文仿佛脱胎换骨 他的发球威力大增 每一次挥拍都充满了力量与自信 正手进攻更是如同利剑出鞘 精准而凶猛 屡屡撕开对手的防线 阿尼西莫娃显然对这样的变化 有些措手不及 他的节奏被郑清文彻底打乱 在关键时刻 郑清文更是评级一技技精彩的内角球 将比分逐渐扳平并反超 最终以6比4逆转拿下第二盘 将比赛拖入了决胜盘 这一盘的胜利 对郑清文来说意义非凡 他不仅让他找回了自信 更让他在技战术上 找到了克迪制胜的法宝 高质量的发球和凶猛的正手进攻 成为了他后两盘比赛中的制胜武器 而这一切的背后 是郑清文无数个日夜的努力与汗水 是他对网球这项运动 深刻理解与热爱的体现 决胜盘 对于任何一位选手来说 都是一场心理与技战术的双重考验 而郑清文 却在这场考验中展现出了 他超乎常人的冷静与智慧 他仿佛已经完全掌控了比赛的节奏 无论是进攻还是防守 都显得游刃有余 防守反击更是成为了他此意的一大亮点 每一次对手看似致命的攻击 都能被他巧妙地化解 并转化为反击的良机 最终 郑清文以6比2的比分轻松拿下决胜盘 完成了这场令人叹为观止的逆风翻盘 当他高举双手庆祝胜利的那一刻 整个球场都沸腾了 观众们的欢呼声掌声交织在一起 形成了一曲最美的赞歌 为这位中国网球新星加冕 他的职业生涯中 这样的逆风翻盘并不罕见 从2023年美网首轮逆转萨姆索诺娃 到巴黎奥运会决赛逆转萨巴伦卡 再到2022年新西纳提战逆转哈勒普 郑清文总是在关键时刻展现出超乎常人的坚韧与毅力 他从不轻言放弃 总是在逆境中寻找突破的机会 用一次次精彩的表现证明了自己的实力与价值 郑清文的技术特点鲜明而突出 他的发球威力大 速度快 落点刁钻 常常能在第一时间给对手造成巨大的压力 而他的正手进攻更是凶猛无比 无论是力量还是角度都堪称一流 在比赛中 他常常能够平集这两大杀手锏迅速打开局面 掌控比赛的主动权 此外 郑清文的防守反击能力也同样出色 他能够在被动的情况下迅速调整状态 利用对手的失误进行反击 这种攻防兼备的能力使得他在面对任何对手时都能够保持足够的竞争力 在这场没往首轮的比赛中 郑清文全场共打出了32个制胜分 其中包括12个ACE球这样的数据足以证明他在发球和进攻端的强大实力 2022年 郑清文首次参加四个大满贯赛事都获得了胜利 首战法网就冲进了16强 在东京首次闯入巡回赛决赛 被球迷称为火箭少女 获得WTA年度最佳新人 2023年 郑清文走上女网亚洲之巅 在杭州亚运会上一路过关斩将 夺得女子单打冠军 也正是那一年 在福布斯杂志公布 2023年度体坛收入最高的女运动员榜单中 郑清文以720万美元约合人民币5100万元 排名第15位 其中170万美元来自比赛奖金 550万美元来自赞助商 被福布斯定义为未来商业潜力巨大 郑清文早就成名了 只是在巴黎奥运会上才一名惊人 在前不久结束的巴黎奥运会网球女单决赛中 郑清文以2 0的大比分 气得对方猛甩球拍 在赛场上击败克罗地亚女子网球名将为激起 获得冠军 创造了中国网球单打奥运会的最好成绩 打破了自奥运会有网球比赛以来 亚洲运动员从未闯入网球项目单打决赛的历史 而真正关注过这次奥运网球赛事的人就知道 在郑清文的夺冠之路上 最精彩的不是决赛而是半决赛 因为半决赛他遇到的对手 是目前世界排名第一 在罗兰加洛斯的红土场上铸就了三连冠辉煌 25场连胜记录的保持者 被誉为红土霸主的波兰网球名将斯瓦泰克 当然这还不是最难克服的 最难克服的是 在此前郑清文与他的六次交手中 没有一次赢过 这对于马上就要在半决赛上 和他狭路相逢的郑清文来说 心理压力有多大就不必过多描述了 起码在气势上就压了郑清文狠狠一头 再加上郑清文在这场比赛之前 已连续两天深陷每场耗时三小时 苦战三盘的比赛之中 体力消耗已经逼近临界值 所以在半决赛前 根本就没有人看好郑清文 全当他去奥运赛场上锻炼锻炼了 可偏偏被所有人不好看的人最争气 在首盘较量中郑清文连续破发 以行云流水般的攻势轻松以6比2 取得胜利 这一盘非常关键 大力提升了他的自信心 可将还是老得辣 在接下来的第二盘 似乎有点轻敌的斯瓦泰克 慢慢找回了状态 开盘连得4分 但郑清文并没有慌 而是展现出了超乎寻常的冷静和坚韧 最终平级强劲的发球 过硬的底线技术和特色小球 一个球一个球的追赶 以7比5拿下第二盘 最终挺进决赛 提前为中国队锁定了这位意料之外的奖牌 赛后 有专业人士分析了两人的数据 郑清文之所以能获胜 只因两个关键因素 第一是发球好 第二是失误少 郑清文在发球直接相关得分上 就比对方多拿了6分 在制胜分上 非受迫性失误 郑清文只有13个 而斯维亚特克高达36个 这就差了23分 换句话说 2002年才出生的郑清文 虽然满打满算也才22岁 但心理素 至绝不输酒精赛场的世界名将 甚至在逆境中更能突破自我 激发潜力 从而逆转战局 反败为胜 而这也是在这次奥运会上 最让我们欣慰的地方 对于中国年轻一代的小江来说 冠军只是职业运动员生涯里 一个精彩的瞬间 强大的内心才是长胜不衰的关键 在乒乓球男单四分之一决赛中 樊振东做到了 如今 郑清文也做到了 斯瓦泰克在赛后直言 输郑清文后 我哭了6小时 要不是有比赛 可能哭一星期 郑清文也因此成为 自1975年WTA世界排名诞生以来 亚洲球员首次在红土赛场上 击败现役第一的选手 只是他的成功 普通人根本无法复制 郑清文出生于中国湖北省实验室 他的爸爸郑建平 曾是一名田径运动员 也许从出生起 就一转了爸爸的体育基因 小时候的郑清文不同于其他女孩 很爱运动 去哪里都不愿坐车 总喜欢跑步到达目的地 第一时间发现他运动天赋的父亲 又开始有意培养他 乒乓球 羽毛球 篮球 都给他统统抱了一个遍 虽然郑清文对于这些运动热情度都很高 但也说不上有多喜欢 学过一段时间后也总是成绩平平 郑建平没有放弃 一边尊重女儿的选择 一边继续为他找合适的体育项目 最重要的是 教练人才稀缺 但初次拿起网球拍的郑清文 在这上面却展现出了惊人般的天赋 郑建平一看游戏 就更加坚定了培养女儿网球这项运动 一年后他就带着女儿远赴250公里外的武汉市 这里正是女儿偶像李娜的家乡 并且经过很多努力 终于找到了两个教练 一个是夏希希 一个是于丽乔 而后者正是李娜曾经的指导老师 在武汉 郑清文练了四年基本功 后来他回忆说 对我来说那是一段很艰难的时期 因为爸妈都不在身边 他们基本上是每周或者每两周才来看我一次 这四年也是郑清文网球生涯中最难忘的四年 2013年 在耐克全国青少年网球排名赛武汉战的比赛中 才十岁的郑清文 就获得了他人生中的第一个全国冠军 教练说起他 总会用刻苦两个字来形容 他虽然不是所有孩子中最天赋异禀的那一个 但他却是所有孩子中最努力的那一个 别人一组20个球 他总是要偷偷加练到30个 每次训练结束后还会缠着教练问东问西 看自己哪里还需要改进和提高 无疑就是网球界的小镇做提加 这四年也是郑清文 无论在身体上还是心理上突飞猛进的四年 他在全国各比赛中的表现 连体育中心的领导都感到震惊 这个小女孩体内迸发出的力量和速度和同龄人完全不在一个档次 当时只有12岁的郑清文 发球速度已经达到170千米每小时和47米每秒 曾用一记发球直接将对手接球的手打成骨折 名扬全国网球圈 要知道女子发球时速的世界记录约为210公里每小时 这在全国乃至世界上都较为罕见 众所周知 职业运动员这条路非常烧钱 有人就曾在网上爆料过 说郑清文从6岁学习网球开始到走上职业至今 家里一共投入了2000万 困难的时候 为了让郑清文继续在美国训练 母亲都把老家的房子都给卖了 了解郑清文原生家庭的人 也许都或多或少的清楚 他家的经济条件一点不差 郑建平是做生意的 在当地收入也算不错 但为了让郑清文去欧洲练球 几乎倾尽了所有 这么多年来 投入的不仅是时间成本 更是超能力 从公开信息可以看到 目前郑清文的团队有三个人 私人教练佩雷·李瓦是以前的男单职业运动员 负责他全部的训练和比赛计划以及饮食安排 还有专职的体能师乔迪·威尔达古尔和康复师吉文 要知道整个教练团队的开销 都需要郑清文这边负担 平时训练还好 郑清文经常全世界到处飞去比赛 这中间的各种费用 包括衣食住行等才是最大的开销 一年起码高达几百万 而这些钱除了国内省队赞助了一笔外 更多的都是他们自掏腰包 其中大多数都来自比赛奖金 后来成名后还有一些赞助商的广告费 郑清文曾在社交媒体上写道 运动让我更加自律 为了保持合格的体质率 他几乎不能吃零食 也不能喝饮料 每天都在坚持吃鸡胸肉和西兰花 郑清文的教练李巴曾表示 他从未见过这样一个高度职业自律的球员 时刻准备好去训练 从未有抱怨之言 郑清文打不好球不罢休的性格 也让教练李巴直言有时要阻止他做更多事情 郑建平也曾坦言 在西班牙疫情期间 很多一同训练的球员都选择了回国 但只有郑清文一直坚持训练 最严重的时候 西班牙的训练场从早上七点开始就开始管制 因为这个原因 郑清文有四个月时间 每天早上都是四点半起床 练到七点管制结束 现在想来 正是这段特殊时期的特殊训练 才给了郑清文弯道超车的机会 最后是支持 为了支持女儿的梦想 郑清文的父母不仅在金钱上提供了很大的帮助 在精神上也是郑清文背后最强大的靠山 从老家到武汉 从武汉到北京 从北京到欧洲 从欧洲到巴黎奥运会 郑清文的父母一直陪伴在他身边 他的妈妈甚至辞职全职 做起了他的私人管家 为了方便郑清文随时可以在家训练 他们的家从来没有电视机 连客厅也几乎没有加剧 也许正因为家人的默默支持和鼓励 才有了郑清文在赛场上超强的心理素质和一往无前的好胜之心 而这才是比起技术来说最无敌的地方 就像郑清文说的那样 我最大的优势不是任何的技术 而是对胜利的渴望 这一战之后 郑清文真正走上了亚洲女网之巅 原创不易 如果你喜欢这篇文章 你的点赞转发与留言 是猫书最大的动力 我最大的想法是在家里面